近段时间,优酷平台播出的很多剧都创造了非常不错的首剧,随着《陈香如泻》和《冰与火》的接连播出,大家对优酷平台接下来的作品也越来越关注,因为这两部可以说是前一段时间比较热门的影视剧,大家也都觉得该平台在选剧方面还是非常有眼光的。 目前有消息称,接下来优酷将有三部新剧会放出最新的物料,接下来优酷代播的几部作品也是很值得期待的,其中包括《安乐传》《长月记名》《偷偷藏不住》等,这三部剧都是热度非常高的,而且从开拍之后包括一些路透的曝光之后热度就一直很高,其中由赵洛斯和陈哲远合作主演的《偷偷藏不住》是由热门小说改编,这部剧自从翻拍风波之后就没有间断过,最开始在选择确定之后, 大家会质疑演员和小说角色的适配度,因为这部作品的原著有很多手粉,所以大家也会担心很多名角面无法还原,前一段时间拍摄的剧组又陷入了一定的争议,因为在拍摄地和当时的学生发生了一些冲突和争执,不过目前剧方已经给出了回应和声明,这件事情也已经告一段落,虽然这部剧正在拍摄中,但其实一直没有正式官宣阵容,接下来优酷平台会对这部剧的阵容进行官宣, 虽然看过了很多路透,但其实很多手粉对这部剧还是不败我太大期望的,不知道接下来拍摄出的效果会是怎样, 连续热门和龚军合作的安乐传也已经杀青了一段时间了,两人的合作其实备受期待,而且自从杀青之后, 大家能看到的物料也是仅仅一些宣传海报,或者是单人或合体的宣传图,目前龚军也正在准备新剧的拍摄,它和杨咪合作的狐妖小虎娘正在拍摄中, 而且全新的路透图,曝光龚军的状态非常好,狐妖小虎娘也是一部带爆的古装剧,从主角到配角可以说是全然美女的阵容, 而且这部剧的装造也非常特别,除了上述的两部剧,优谷平台的新的物料还包括由白鲁和鲁云西合作主演的《长月剑名》, 这部剧可以说是这三部剧中杀青最早的,而白鲁和鲁云西是阿尔达合作这部剧,在整个拍摄过程中也发生了很多小差距, 但是大家对这部剧还是很期待的,因为剧中的人设非常带感,网传消息称这部剧的级数可能会缩减,从原定40级缩减为34级, 最新的物料即将更新,总之优谷平台这三部带播剧都是大家非常期待的, 而且接下来将会一口气放出大量的物料,对于剧本们来说是最值得开心的, 不知从何时开始,各大剧组都已经习惯性的赶在传统佳节发放物料, 这部中秋节快到了,海豹花絮和预告片也都跟上了, 其中热霸共俊直演的古装剧《安乐传》,爆出的海豹尤为受到关注, 原因很简单,那就是因为好看,同年9月21日《安乐传》预告片放出, 面对于众俊男靓女传古装,网友们心情大好,评价《安乐传》是颜控盛宴, 实验男女主颜值决定男配女配颜值,特别是六搭女配, 环肥艳兽,各有千秋,总有一款符合你的审美, 第一种喜欢谦谦弱智型的,可以看看李淑婷饰演的蒂承恩, 小姑娘年纪不大才22岁,作品不多,名气也不算高, 细美窄脸小嘴的长相都是很符合角色气质, 看过原著的网友们,可否过蒂承恩这个角色, 表面温柔,理性坚韧,宁愿做女主替身也要嫁给太子, 感情线非常符合肥典型爱好者的口味, 只是看望一眼心外的李淑婷,修图神们有些跑偏, 还好其他古装剧集里表现不错, 希望到时候在《安乐传》中的动态中,也能有海豹上的神韵吧, 第二种喜欢端庄秀美琴的,可以看看王怡婷饰演的琳琅, 零零后行人演员就读于上海舞蹈专业, 手长脚长,体态肯定没有问题, 只是她在剧中的角色似乎进行了改变, 融合了侍女和花魁两个角色,暂时还是魔物透具体气氛, 也就很难判断她到底符不符合角色了, 不过没关系,王怡婷演戏经验虽少, 但是角色多样性还可以,但如意放飞,大主宰等剧中, 出演的人物性格完全不同, 古装造型也是经过考验的, 为了出演安乐传,王怡婷还从综艺舞蹈声中退赛了, 希望她的选择是正确的吧, 第三种喜欢英姿萨爽型的, 这下就有两个选择了, 一个是夏南饰演的安妮, 一个是水龙婷饰演的院叔, 前者是征战沙场的铁血公主, 或者是个性火爆的蛮牛侍女, 特别是安妮这个角色, 可谓是安乐传中最印男品的人物哦, 不少援助读者甚至认为, 安妮这个女配比安乐这个女主演设更好, 所以演员夏南应该压力不小, 之前她又没有演出过什么太多重要的角色, 就希望她这双大长腿能把打戏拍得漂亮吧, 第四种喜欢远期可爱情的, 依旧有两个选择, 可谓是公主和狮女, 一个是白冰克饰演的陌生, 一个时尚新月饰演的怨亲, 两个角色戏分都不算中, 人物性格也是直接写在了演员脸上, 够美够甜就完事了, 两个小姑娘的戏外也是青春火力满满, 只要演技撑得住应该没有太大问题, 面对这么多闲嫩面孔, 女主热拍的压力也是够大的了, 我爱也是略温有些担忧, 毕竟场歌行就在眼前, 大气厌力的长相在红毯上也许无望不利, 但到了古装剧中, 往往一不小心就要人出戏, 不过安乐传的造型风格, 远比场歌行更适合热吧, 也许这一次就行了呢, 看过了女演员, 最后也顺道看一下男配角们, 感觉还行, 或许是最近经历了某些国舞剧男主的洗礼, 外游们对安乐传的男演员们宽容了不少, 基本上都是夸赞, 安乐传的主创们记得看一看, 不要辜负外游们的期待哦。